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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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所以这栋建筑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好 我们来看灰飞烟灭的画面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那个冒烟的画面 请校围帮我们解一下 这是用什么打的 现在它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打 北韩方面是说是用炮弹 但不管怎么讲 这房子已经被炸毁了 而且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 很有可能是用炮弹吗 对 炮弹的话 我觉得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高 因为你知道炮弹掉下来有个问题 你打偏了怎么办 所以也是有 就是说北韩方面的人员直接进入 该这栋建筑进行引爆 有可能直接进到建筑物引爆 对 因为毕竟炮弹飞过来 真的有可能飞偏 像这个建筑物它本身 你看它现在 就是说被发生爆炸以后 而且当时这一声巨响 全北韩附近都听得到 而且因为这个开城工业区 离南北韩分界线不远 所以你知道连南韩的守军 都可以从38度分界线那个地方 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得到 开城工业区在冒烟 而且我刚刚讲 北韩马上就说 今天这个肮脏的建筑物 不应该再留在世界上 然后而且金宇正已经下令 要把它轰掉 真的就把它轰掉 为什么国际认为是血内不及掩耳 虽然刚刚校尾说 其实之前已经有讯息显示 他们有可能真的要炸掉这个办公室 是因为轻空了人员 但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之前不过就呛呛呛 而且认为金宇正一个黄毛丫头 怎么可能呢 想不到我们不能看妙没点 金宇正这次下令 而且是重重出手 我们回来看 在国际间包挂 中国在第一时间 已经呼吁朝鲜半岛要和平 首尔也召开了紧急的国安会议 美国呢 我们来看美国 好 美国有三艘航母打击群 齐聚亚太海域 换句来就说 美国也早有准备 对 娟姐你知道吗 上一次在这个区域里面 看到三艘航空母舰 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很罕见 是2017年的11月 那个时候也就是金小胖 开始动不动就要准备 要射飞弹 然后一切那种核武测试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人就很紧张 美国那时候派三艘航空母舰 到西太平洋地区来 就在日本海 你看 军行这样一个边队 上次是金小胖射飞弹 那这一次是美国大概得到情报 知道北韩会出手 对 看起来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金小胖都神隐 而且每次出来说 大家都说这个金小胖是假的 所以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金宇正 一次一次的出手都比一次重 这次居然就把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统一办公室给轰了 然后在之前 你知道美国又什么时候 集中三个航空母舰 到西太平洋地区 已经是2007年 2006年 2006 07那个时候是为什么 因为当时金小胖的爸爸 金正日准备要进行核事 当时美国就集中三个航空母舰 告诉你 你要真的核事 我就有可能用三个航空母舰 把你北韩给粉碎掉 但是最后北韩也核事了 美国也没怎么样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一次又再度看到 三艘航空母舰集结在亚太海域 这三艘航空母舰集结 兵力怎么看 其实以这个三艘航空母舰来讲 我们知道以美国航空母舰来说 它上面都带有一个标准的 那个舰载机连队 一个舰载机连队 大概差不多有44架到48架 超级大黄蜂战机 超级大黄蜂战机 对 超级大黄蜂战机 那是美国海军 现在的主力打击战机 它的战机上面 它可以挂好 包括像空对空 空对地的飞弹 你看这个就是 从美国的这个基地 起飞的这个超级大黄蜂战机 它底下 翅膀上 一边翅膀有三个挂点 可以吸挂空对地跟空对空的武器 然后再将一件的化成一翅膀 一边翅膀就有四个 两边就有八个 西服架还有挂点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就有大概44架到48架 另外一艘航空母舰还会带五架 最可怕的叫 咆哮者这个电战机 ES-8机 ES-8机这个电战机 你看像现在它翻过以后 这个飞机很厉害 它是全美国海军里面 美国海军目前 所有的武器库中的 这个武器弹药里面 除了短兵相接的 不能带之外 其他所有的飞机都能带 而且ES-8机最厉害的地方 它本身是一个电战机 它上面装有这种电战夹舱 可以随时接收你 打到它的这个电波 然后立刻解算 然后复制一个电波 给你盖台 你看这样一架飞机 我跟你讲 阿官 它可以把我们从台北到台中 所有电视频道通通搞花 只要一架就可以了 一架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时候北韩的 地对空的防空部队 要威胁 如果说美军进入北韩 要去对这个北韩进行打击的时候 那如果北韩的地面防空部队 敢开启雷达 威胁到美军的军机的话 这个时候ES-8机 我刚刚讲到 有干扰 也有就可以定位 哪边有这个 那个北韩的这个防空雷达 哪边有北韩的防空飞弹车 它就发射一个叫 反辐射飞弹把它轰掉 好 赵伟 因为现在朝鲜半岛 边临战争边缘 如果南北韩真的打起来 谁会赢啊 其实说真的南韩很创你知道吗 南韩真的很创 对 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对比上面来看 北韩世界第五大陆军 南韩第六大陆军 然后北韩的军舰 看起来数量很多 但是说真的 大家不要看北韩这708艘军舰 都是那种小军舰 近岸作战这个军舰 或是那种近岸 南韩是170艘 对 南韩跟南韩的这个海军跟空军 其实我跟你说很强 为什么 因为当时韩国当时认为 北韩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然后在金正恩之前 那他已经认为韩国不再是威胁 真正威胁到韩国是谁 日本 所以韩国的这个建军规模 是朝向要能够消灭掉 或说综合掉半个日本自卫队 也就是要把一半的日本海空自卫队 消灭掉这个军地去建设 所以你看他的空军 这个战机数量很多 而且都是很先进的 像什么F-15K KF-16战机 对比日本 你看日本也是F-15 然后像F-2 然后这些战机等等 两边的空军均力相当的 海军的这个军舰 日本有六艘神盾舰 韩国就有三艘神盾舰 而且还要继续在做 然后但是地面部队最可怕 为什么来 好 地面部队 我们来看一下地面部队 北韩有119万的正规军 有470万的后备军 都是地面部队 对 因为韩国 特别是北韩 北韩他强调一个什么 叫先军政治 也就是国家所有的钱 所有的人 他那个年轻的男生 大概二十几岁 进去当兵 要当到四几岁 你知道 逆期非常的长 所以他北韩有这么多的部队 然后北韩这119万地面部队 更可怕的什么 你知道吗 他有大概差不多15万人左右 是这种特战部队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旦开战 你看那个北韩陆军长 那他有相当庞大数量的战车 还有相当庞大火炮 你看还有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 炮兵火箭 而且这些东西 离南北韩边界都很近 他从那个飞军师去发射 就可以直接达到首尔市中心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好 他先轰个几轮 这个火力猛轰之后 这100多万的地面部队 跟在后面 跟在炮弹的弹幕后面 往前走 一个人发他一个干粮 那个7天份的干粮 然后7天份的这个 阿兵哥 携带这个枪械跟弹药 我跟你讲 走也走到时候了 所以一旦打下去 我跟你讲 韩国其实是说 他非常非常怕 二次韩战的爆发 好 真的有可能 爆发二次韩战吗 而这一次外界解读 下令的很有可能是金宇正 所以北韩最有权力的女人 现在应该是金宇正 甚至金宇正 现在离接班路 仅一步之遥了 对 那如果是金宇正的话 那母老虎不发威 你还把我当病猫 所以今天这一炸 全世界都看到了 金宇正这三个字 其实金宇正很早就开始 是一个接班的计划 在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他就是认他爸爸 金正日的诗人秘书 而且他爸爸在 他的一个劳动党的一个 以及北韩的国防委员会里面 其实也有金宇正的一个影子 我们看2009年 他们劳动党的一个照片 老照片里面 那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小女孩 其实就是金宇正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就参与了非常多的重要会议 对 那你现在 因为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照片一比对 没有错 他就是金宇正 所以也代表说 他爸爸其实也有意栽培他 所以他很早就帮他爸爸安排 所有的出访的一个行程 对他北韩的权力的运作 相当的熟悉 那目前来讲他在北韩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大家都不晓得他的老公是谁 他的丈夫是谁 现在在北韩有三种讲法 第一个他可能是这个崔龙海 他的第二个一个小孩叫崔晨 可能是他老公 也就是崔龙海可能是他的那个 公公 那第二个应该是金日成大学里面的同学 就是以前在金日成大学大家的同学 第三个可能是一些比较低下阶层的官员的小孩 所以一直都没有曝光 那目前来讲大家比较担心的 如果他是崔龙海的一个媳妇的话 那崔龙海目前在北韩是第二号人物 仅次于金正恩 那如果说他 金正恩现在已经得到美国人认可 美国认为金正恩还是可以谈的 就是我跟你谈你还算理性 那如果说崔龙海本身也得到美国的认可 那以后以应亲的关系来讲 那这样军女政可能会跟着崔龙海 跟着他哥哥的脚步 跟美国来做一个示好 那今天这一炸 不是炸给韩国人看的 是炸给美国人看的 这就黑道里面打小弟让老大出来谈 所以他最主要就是说 你美国要出来跟我谈判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就炸在蛋了 因为北韩如果倒向清美的路线来讲 对中国来讲 他是最不喜欢看到的 好 那我们回来看在今天 因为北韩突然开火 在不管资本市场的油还是金 都出现了大震撼 我们先来看在油价的部分 本来下跌的油价瞬间往上翻红了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油价 现在已经涨了1.46% 现在此时此刻最新的报价 而在黄金的部分也出现了上涨 黄金目前是上涨了0.18% 所以一旦双方局势紧张 就算没有战争 油金也会涨 就算没有战争 韩国的包括三星海力士 也很担心转单 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油价找不到上涨的理由 因为目前来讲 虽然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解封了 但是我们看飞机上 再飞的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油价真正的需求并没有 那既然的话就制造它的需求 那这个制造刚好金领政策一炸 马上全球就紧张了 油价你够买一档 我够买一档 整个就上去了 黄金也是一样 黄金到1730块美金这个地方 很多人说黄金不错 因为未来在整个低利率 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之下 我既然钱放在你的银行没有利息 不如我买黄金回家 所以黄金很多人说一定会突破 上市的高点1924 也有人说看到两千三千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东西都跟战争有关系 那另外我们看到2010年有一个例子 那时候的一个天安舰 那北韩把天安舰炸掉 死了46个人 男人说就是你北韩做的 北韩不送 那好 你如果认为是我做的话 那我就瞄准你三星总部 我就把三星炸掉 瞄准三星总部 对 而且刚刚校尾在讲没有错 因为光是首尔一千五百万人 首尔是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人 他们都在北韩的高射炮 不是飞弹 高射炮的射程之下 所以首尔现在走得皮皮刺 很多人就说 那台湾跟韩国之间 一定有产业重叠了 有四个重叠 第一个半导体 所以如果三星被炸的话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 第一个最爽的就是台积电 因为你现在台积电全世界市占百分之五十二三星十八 十八就整个都 不要说一半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你是三星的客户 你一定至少会把一半的单子给台积电 不然你就整个都没了 对 第二个就是面板 但是面板对台湾来讲 其实面板那会不会贪钱 那会不会贪 第三个第一轮 我们来看2408的南亚科 第一轮 第一轮来讲一炸下去 台湾的第一轮 尤其是跟美光合作的 所以南亚科另外3260的威钢 3260的威钢 这也是跟第一轮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马上的受益者 再来被动元件里面有人认为 就是说包括国具 包括华星科 这些都有机会 还有一个就是联永 联永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K线组 其实他是比较低估的 但他的股项比 这个股性比较温和 你可以慢慢的布局 所以刚刚讲的这几档股票 如果真的韩国紧张的话 对台湾产内他的转单 替代效应就会出来